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车站不大 乘车的人排队过安检 这时有几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喉车市里就发现两男一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中的婴儿开始啼哭起来 这时候另一个民警在外面询问孩子的父亲 男子名叫张成 四十三岁 他说婴儿只有二十多天大 二十天 在哪里生的 在我们县上哪里 民警问得很细 对于孩子出生的地方 张成和李锐花两人的说法竟然不一样 小孩是在什么地方生的 在我们那里 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面就生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的这一幕发生在2018年10月的河口北站 河口在云南省东南部于越南接壤 两个带着山东口音的自称夫妻的人 不远千里来这里干什么 而且关于孩子在哪儿出生 两人说法都不一致 这其中必有问题 李锐花夫妻俩都是山东邹城人 那么他们带着个不足月的孩子来云南干什么呢 李锐花吱吱吱吱了好久 才说出到云南来找谁 而站在外面的张成 对警察的问话不再回答 警察让他坐下开始慢慢归劝 我考虑干嘛 你比我大 你心里应该清楚 这么大的男人能做的事情 应该敢做敢大嘛 他说你提醒编户律师的原因 一定没作用 编户律师是没办法的 你给你去 你没你没 只能看有中安机关关系 你没有嘛 只能交代你这个情况 你没有嘛 对不对 而你后果一样 你也怕要成谋案 劝了十几分钟 张成还是不说话 没办法 警方决定将这三人 从车站带去派出所 经过我们新城支队 揭入之后 经过给他做事情工作 法律宣传 他最后也还是开口 也是主动 把这个事情给公诉 非常清楚 这时李锐花 张成两人才承认 说婴儿不是他们亲生的 而是买来的 李锐花也并非开始自称的44岁 而是52岁 他说他和张成确实是夫妻 两人是再婚走到一起的 之所以不远千里地来抱孩子 也是无奈之举 妈妈认识了一会儿 我说你没有 不能说 我男女也大了 学了 妈妈都不学了 想要孩子 我跟她们三年内 办法 就是心里 想要个女 screens� 不如正能 iste 在没� long 但是 天 突然 踩 独除 为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云南那边说的是要4万 阿景中间加了6000元的价 李瑞华把钱打给阿景之后 阿景便带着李瑞华张成夫妇 乘了两天两夜的车 来到了云南河口 2018年10月8日上午 在约定好的地点 他们见到了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 李瑞华说 检查孩子后她觉得没问题 陌生女人就走了 她打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婴儿 后来三人打车到了火车站 没想到刚进站就被盯上了 李瑞华不舍地抱上手才几个小时的婴儿 一开始想扑弄过去 眼看着发车时间到了 他们没坐上回家的车 反而被带去了派出所 经过警察教育 李瑞华也意识到了整件事的严重性 张成说她在外务工 前期联系买孩子的事 都是妻子李瑞华去做的 她知道这样去抱养孩子不妥 但总觉得有亲戚介绍 不会出问题 三个月大的婴儿被放在塑料袋里 一张经过土改的出生证明 基拿杨二姐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与李瑞华他们相比 中间人阿景的角色显然更关键 他也知道自己犯的事不小 当时我主审他 他那个就是他的悔罪心理 非常的明显 每次都掉眼泪 但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 犯罪了 你要承担现实的法律责任 在几次讯问中 阿景的情绪都显得比较低落 为了争取从宽处理 阿景主动的将涉案情况全盘拖出 他说除了这次 之前他也干过这种事 2017年12月 一个亲戚想买孩子 阿景想着可以从中挣点介绍费 就答应帮忙 后来事情成了 阿景从中赚了一万多 往返云南的这个时间节点 那几次 他银行上面都没有 给他同行人 给他这个银行汇款的这个记录 查得非常清楚的 接下来警察要调查的是 阿景经手一共买卖过三个婴儿 这些孩子都是从哪来的 阿景说他也不清楚 他每次只管联系一个云南的亲戚麻某 由对方去找 孩子的具体来源 麻某应该清楚 警察随后也控制了麻某 麻某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每次买卖孩子 都是联系当地一个姓杨的女子 每次联系之后 不过一两天 这名女子总能给回信 上面有一个人固定 给他提供货员 意思就是这三个货员 都是由他上面的一个介绍人 一个人来介绍的 不过接下来调查遇到了一个问题 麻某不知道杨某的名字具体叫什么 一直是称呼对方叫杨二姐 现在打这个杨二姐的手机号码也打不通了 线索就此断了 就在警方寻找新的突破口的时候 2018年10月18日 也就是案发10天之后 在云南的广南县 又有一起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次同样是在火车站内 有两个带着婴儿的女子 行迹可疑 经询问之后 这名女子承认 她和妹妹两个人 是从广西南宁来到云南的 怀中的男婴是买来的 是你给的钱 还是你妹妹给我 我给的钱 刚才那张是 会给对方的那个 你们是怎么做吃出来的 吃票呢 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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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女子所说的买孩子过程 与此前李瑞花描述的如出一辙 她也是经过亲戚介绍 辗转到了云南 后来到了指定地点 和一个陌生人见了面 抱走孩子 顺着这条线一直查下去 警方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那就是买卖这名男婴的中间人中 也出现了一个姓杨的女子 而且圈内人也称呼她为杨二姐 随着调查深入 越来越多线索重合了 做了大量的情报分析 研判 研判出来一个重点人员 叫你 杨某 这个女性 她就像这条线家 了这样子 就算了 她是 попроб认 她是在线家 亲眼平 她思维 她是在线家 里面 一段时间他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 直到2019年2月28日 杨盈又开着车出门了 他一出门警察就紧紧地跟上 这是当时拍下的视频 杨盈开着车出去兜了一圈 又回到了自家门口 杨盈把一名老人放下之后 又开车离开 尽管只是一闪而泄 侦察员还是敏锐地发现 杨盈的车辆后排还有人 看不见他踢了没 复杂上面的人 又开了一会儿 杨盈把车停在路边 像是下车去取什么东西 坐在车后排的人已经下车了 这一幕让侦察员有些意外 他们此前已经查清了杨盈的情况 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 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但是眼前和他同行的老人 背着的孩子更小 这个孩子是谁 很快侦察员看得更清楚了 杨盈正在往他们这个方向走 抱着自己的小女儿 谈笑风声地打电话 杨盈这天是从家里出门的 老人和婴儿应该此前就在他家里 是被带出来的 杨家莫名其妙多出来个婴儿 是与贩卖活动有关吗 那天晚上 侦察员又了解到一些 让人不安的内容 警方很快得知 杨盈和买孩子的人约好 一天后见面 3月1日晚上7点钟左右 在他家楼下 那么我们就得知 他可能要出去交易 2019年3月1日 夜幕降临 杨盈果然开着皮卡车出门了 他刚把车开出家门 就被警方控制住了 这名婴儿竟然被杨盈装在了塑料袋里 问他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是不承认的 杨盈此时辩解 说这个婴儿是他自家弟弟的孩子 杨盈的说法警方并不相信 他们随后来到杨盈家中进行搜查 杨盈在镇上住的是一栋小楼 警察走上二楼和杨盈的丈夫说明情况 这是杨盈的孩子向预感到了什么 大哭起来 杨盈家的卧室里随处可见 婴儿用品 堆得满满当当 警方仔细翻找 希望能找到与涉嫌被贩卖的婴儿有关的线索 对于这个男婴代的 这个来源杨盈的丈夫说是杨盈抱回来的 说是帮一个弟弟带 他也没多问 家里小孩多东西乱 孩子的东西放在哪儿 他也闹不清楚 仔细找寻后 侦察员终于在梳妆台的杂物中 找到了一个黄色的塑料袋 这张出生证明很奇怪 这张出生证明很奇怪 婴儿的姓名 婴儿父母的姓名都用土改叶盖住了 但是出生日期还能看到 这个孩子三个月和杨盈带出去的男婴很符合 家人也正是说 杨盈是在2018年12月中旬 带回来一个抢宝中的孩子 说是一个弟弟的 在自家养了两个多月 至于这个男婴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家人也说不清楚了 丈夫说并不知情 她则否认所有指控 他们怎么说 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个以我无相干 缉拿杨二姐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随后将杨盈带到了派出所 看到出生证明之后 杨盈随即改口 说婴儿是她买的 但她也是替自己的一个弟弟买的 在自己家带养了一阵子 她说那天晚上 她带着孩子出门 不是去交易 只是去看病的 杨盈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因为警方很快就控制了 跟杨盈打算交易的买家 警方从杨盈手机里查到 2019年2月28日 杨盈联系了一个朋友 老马 他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给我的 他说我这边有一个小男孩 你帮我介绍一下 你那边有没有 你懂不懂 有人收养小孩的 老马在路边摆摊 给过路的车家黄油润滑 杨盈是一个顾客 几次聊天后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也聊起了可以做这种生意 杨盈和老马 都因涉嫌拐卖儿童罪 被刑事拘留 调查了半个月后 警方通知杨盈的丈夫 来办一些手续 杨盈的丈夫说 他对这件事也很意外 想起来因为工作忙 回家太少 之前也没怎么管过杨盈的事 你们夫妻感情怎么样 还算好 只是我们 我呢是经常在外面教书 小学教师的 德国是在中心下方 也是在下面 那种村子里面的地方 帮他这个 好好连这个派国警察 这个事情 落实了 杨盈家有老人 还有年幼的孩子 这次警察找杨盈的丈夫来 提醒他以后的生活 会面临重要的变化 居住这些人都收到过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遇到了事情 你可能要处理 是吧 你作为家属 你家里面关照好 老人和小孩 对吧 杨盈被控制后 多名参与人员都指认 她就是此前一直联系的杨二姐 警方从这些线索判断 杨盈是一个重要的省内介绍人 多次介绍贩卖婴儿 到山东 广东等地 甚至亲自开车运送 但是杨盈对这些指控并不承认 那么杨盈被抓死 现场的这名男婴又该如何解释呢 杨盈此时有了新的说法 她说这是2018年12月 一个亲戚生的孩子 因为头部有个包 亲戚不想要了就联系他 还是他开着车接的孩子出的院 杨盈说 如果当时她不要 这个孩子连命都保不住 杨盈的说法是 家里有个弟弟 之前说过想要孩子 所以抱过来 但是联系过弟弟后 弟媳妇说担心男婴头上的包 等等再说 杨盈只好自己带了孩子两个月 还找了老人来帮忙照顾孩子 杨盈坚持说 被抓那天 她不是带着孩子去脉 而是去找自家嫂嫂 因为我嫂以前是当个医生 她在急诊吧 她又知道一点小孩的亲密 我意思是说包括又给她解释 要看一下这个小孩 是不是介绍 这个介绍的话 就叫我兄弟们把审熟了 我临着这样是很害怕 我这样想 杨盈并不知道 之前经过半年的深入调查 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 而随着她被捕 这个层级严密的跨区域犯罪团伙 正在被查实 警察不仅控制了 像她这样的介绍人 找到了李瑞花那样的买方 甚至查到了这些婴儿的来源 从卖方到买方 有的孩子被转手七八次 源头到搜买 这个东西都是法律监局打击的 历史是九个月的时间 就摧毁了一个 这个乙 颠 鲁 月 贵 四省人员先勾结的 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其中我们抓捕了 犯罪嫌疑人34名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 李明顺教授 欢迎李教授 李教授说到买卖孩子 这样的犯罪 中间有很多环节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罪名 买卖妇女二终罪 那么具体到个人方面 他们都会承担什么样的 不同的法律责任 我们知道 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罪 是一种重罪 因为这种犯罪 它严重侵犯了 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 特别是人格尊严 根据刑法的规定 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罪 是以出卖为目的 而进行的拐骗 绑架 中转 贩卖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行为 实施了这个过程当中的 任何一个行为 都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 当然了 罪虽然是一样 但在量刑上是有所不同的 起行点就是五年以上 要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那么如果具备 法定 情形的 你比方说 你这个拐卖多人 或者是多次拐卖了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拐卖妇女当中 又实施了这种奸淫 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在这些情形当中 情节特别恶劣 特别严重的 还要处死刑 要根据每个人所起的作用 定罪两戏 你比方说收买这个行为 那要看不同的情况 如果它是为了出卖而收买 那本身就是 还是要按照拐卖 妇女儿童罪去处理 那假如说 我是为了收养而去买 那么它可能构成的是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这个处刑 就要比拐卖妇女儿童罪 就要轻 所以我们国家的刑法 是根据这种行为 所造成的危害的 这种轻重 给予了不同的处罚 还在强保中的婴儿 居然被当作明码标价的商品 经过转手出卖 确实令人痛心 毫无疑问 出卖孩子的犯罪嫌疑人 要受到惩处 更大的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聚焦这些深层的原因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明顺教授 参议员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